球场风云多变化 精彩赛事抢先说 大家好 我是球老师 在正门开始前麻烦大家点赞 订阅 谢谢大家 三换一 勇士报价特难 筹码诚意满满 对卫缅军金州勇士来说 等赛季课场恐惧症似乎已经成为球队最大弱点 在独行侠主场 勇士在首节就陷入两位数的落后苦战 随后虽然替补球员群起发挥 加上斯蒂芬库里三分神社加持 莫杰一度逆转反超 但独行侠今同东谢齐关键时刻攻守全面建功 全场狂轰41分 12篮板 12助攻的大三双 帮助独行侠最终116比113战胜勇士 湾区大军今日做客达拉斯挑战独行侠 开赛以后主场作战的独行侠就在东谢齐的带领下火力全开 首节取得36比24大幅领先 第二节独行侠持续扩大领先差距 勇士在一度落后将接20分的情况下 靠着板凳站立回应一波10比0反击 瞬间将比分扳平 半场打完独行侠仅以45比44小幅领先 第三节开局独行侠攻势在起 东谢齐不断有效执行挡拆重新取得超前 但勇士当家球星斯蒂芬库里此时跳出 将是四分打之道仅三分差距 但三节打完独行侠仍将领先扩大至5分 末节独行侠定威迪一次切入轴机勇士普尔 裁判经过慢动作回看后 直接将此动作升级为第二节恶意反规 将丁威迪直接驱逐出场 而遭走击的普尔先是罚进两球 随后又送出妙传 接着个人快攻报扣得手 帮助勇士在下半场首度反超四分 但独行侠金同东谢齐此时虎顶三分坛命中止血 小哈达为中距离得手后再度帮助球队一分超前 但东谢齐在中场前三分七秒标进三分坛 帮助球队以108比104超前 随后勇士库里 独行侠小哈达为三分冷剑护轰 中场前1分23秒独行侠格林一次关键跳投得手 让独行侠手握三分领先 斯蒂芬库里虽然强势切入追到一分差 但中场前59秒东谢齐再度标进跳投 加上勇士斯蒂芬库里关键时刻遭吹走步 即便勇士最后一击找到机会 但汤普森三分球出手未果 最终独行侠就以116比113惊险收胜 东谢齐此战狂砍41分 12篮板 12助攻 4抢断的大三双数据 生涯第20次单场至少拿下40分 已经追平诺威斯基的对10次高成绩 但此战他也发生罚空气球 进攻8秒未过半场的尴尬状况 索性最终球队仍顺利赢球 并将胜率拉回5成 输球的勇士方面 库里砍下全队最高32分外带5篮板 5助攻 顾明加14分 10篮板 格林12分 6篮板 4助攻 看来近周勇士要想摆脱客场重的尴尬标签 只有通过了 否则就不要想本赛季可以未免了 据美媒Heavy Sports的名记肖恩德维尼报道 近周勇士队对印第安娜步行者队的 迈尔斯特纳非常感兴趣 勇士总经理迈尔斯已经和步行者队的 管理层取得了联系 并发出了正式的报价 据悉 步行者队交易迈尔斯特纳的报价来者不拒 只要筹码合适就可立即进行交易 据肖恩德维尼进一步报道 近周勇士队为了得到迈尔斯特纳给出的交易筹码 也是诚意满满 近周勇士愿意用詹姆斯·怀斯曼 摩西穆迪和小帕特里克·鲍德温三名球员去 交换印第安娜步行者队的迈尔斯特纳一个人 怀斯曼是榜眼 顾名家是首轮七号秀 都是非常有天赋的年轻球员 新年26的迈尔斯特纳在2015年 被印第安娜步行者以首轮第11号签选中后 就一直在步行者队效力 现在已经是步行者队的当家中锋 有联盟盖茅王的美誉 截止到目前 迈尔斯特纳为步行者场均上场29.1分钟 可以得到18分8.5个篮板和1.64助攻0.6抢断2.6盖茅 投篮命中率为54.4% 三分命中率为39.7% 勇士输球众生下 库里自嘲很愚蠢 东谢其直言汤普森三分很慌 勇士与独行侠的比赛已经落下了帷幕 库里进情发挥依旧难以取胜 勇士队的客场之旅颇为心酸 最后10点1秒库里被吹走步 克莱 汤普森的绝评三分不中 勇士队比赛中的三分球差的离谱 最后输掉比赛也是充满遗憾 在勇士不敌独行侠后 突里 科尔 东谢其都接受了赛后采访 勇士队距离胜利只有咫尺之间 可惜结果比较遗憾 库里在赛后采访中表现得非常自责 说道 我竟然愚蠢地没有选择上篮 我有些没搞清比赛时间和比分 而是选择了英雄球 我不认为那是走步 看来库里对于10点1秒的那次三分出手比较懊恼 就像库里自己所说的应该去选择上篮 但是库里并不认可裁判的判法 认为自己并没有走步为例 在比赛进行到最后4点1秒的时候 勇士队以113比116落后于独行侠 勇士队外线发球 克莱 汤普森接球后直接三分出手 可惜的最后三分球没有命中 勇士队失去了板平比分的机会 东谢其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说道 我当时非常慌 因为他可是克莱 汤普森 他投丢的空位投篮可不多 虽然克莱 汤普森投篮出色 但是这一次幸运女生没有亲爱他 勇士队最终能输球 不过比赛中还是有值得肯定的球员 勇士队的小将库明佳就表现出色 格尔教练也称赞了库明佳的表现 格尔说道 这是我见过库明佳打的最好的一场比赛了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赢球 他为我们做出了贡献 他太棒了 他真的进入了自己的状态 库明佳出张26分钟 贡献14分时篮板一注锅二盖茅 投篮8中6 三分球1中1 正负值加21 是勇士队唯一一个两双球员 也是勇士队正负值最高的球员 勇士想引进一名刺头球员 麦尔斯千万别好了伤疤忘了疼 三连胜被独行侠终结之后 勇士目前在西部的排名 再次下滑到附加赛边缘 虽然胜场没有落后头部球队太多 但是从竞争状态来看 勇士离未免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有一样的想法 觉得本赛季除了库里以外 勇士大部分球员均不在正常水平 特别是以克莱为首的阵容核心 这些球员上赛季还可以在攻防两端保持稳定输出 结果现在一个个变成了临场型球员 比赛中经常可以看到 克莱和普尔选择勉强进攻 导致勇士原本复杂的船切配合逐渐变得简单化 球队战绩迟迟不见己色 勇士总经理麦尔斯成了最着急的人 近期美媒发布了大量关于勇士交易的报道 其中绝大部分都跟怀斯曼有关 后者目前正在发展联盟打球 据统计 在已经结束的五场比赛中 怀斯曼场均可以贡献15分加9篮板正一封盖 场均正负值为负期 需要说明的是 在这五场比赛里 怀斯曼没有一场比赛起到了正向作用 多项个人数据看似还可以 可实际情况却是 怀斯曼一上场比赛球队就输分 一次或许是巧合 但勿次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我还是那个观点 如果单论静态天赋 怀斯曼肯定配得上榜眼这个顺位 但是怀斯曼对比赛的阅读能力存在明显不足 这也是他调出科尔伦换阵容的重要原因 回到勇士交易这个话题 在Samuel Mikko提供的消息源中了解到 勇士的引员目标竟然是个刺头 麦尔斯最近正在积极运作 希望可以从太阳手中换回克劳德 为什么把克劳德比作刺头呢 其实这是美媒之前给克劳德贴上的标签 因为他在骑士和太阳效力期间 更衣式均出现了一定的问题 而这两支球队选择的应对方式都差不多 通过交易把克劳德的合同尽快处理掉 麦尔斯千万别好了伤疤忘了疼 众所周知 等赛季打开之前 勇士内部曾经出现过严重的问题 追梦在训练课上对普尔大打出手 此次冲突一度引起NBA整个联盟的关注 经过麦尔斯的耐心调解 双方矛盾被成功化解 勇士也成功摆脱了舆论影响 虽然我们至今也没搞清楚 追梦和普尔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 但是起码从表明上来看 二人已经宾视前嫌 这离不开麦尔斯的努力 眼看着勇士更衣是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结果偏偏这个时候 麦尔斯想要帮助勇士引进一名带有刺头属性的球员 也就是克劳德 暂且不谈克劳德能否提高勇士阵容深度 麦尔斯就那么放心勇士更衣是不会再出问题 训练课冲突事件过去没多久 麦尔斯难道忘了勇士当初陷入的被动局面了 个人认为 克劳德不太适合现在的勇士 麦尔斯需要从此前的教训中吸取经验 尽可能保护好勇士现有的更衣式氛围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Tola 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 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